孩子早餐吃什么? 西红柿,葱花,鸡蛋,盐,一大勺儿童生晒虾皮,面粉,搅拌均匀,锅中刷油,倒入面糊,撒芝麻,中小火煎制三面定型即可,这样做的儿童早餐营养又好吃。 夏天吃花生米,你们不要老是油炸了,今天教你一个更好吃的做法,煮熟的花生米加蒜片,青红椒,洋葱,香菜,香油,好吃的关键就是倒入一袋这个醋泡汁,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炎热的夏天来一盘这个醋泡花生,酸辣脆爽,特别的好吃。 网红柠檬鸡爪,原来在家做这么简单,鸡爪冷水下锅,加葱姜料酒去腥,煮熟过凉水,加蒜末,小米椒,洋葱,盐鸡精,白糖,生抽,老抽,香菜,柠檬,辣椒油,抓月后冷藏两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 我每个两天都会做牛肉滑蛋给孩子吃,现在已经长得比他妈妈还高了,牛肉加白糖胡椒粉,红薯粉,葱姜水扎盈腌制几分钟,口感更嫩滑,四个笨蛋加盐胡椒粉,葱花,一勺水淀粉,搅拌均匀备应,牛肉倒入牛肉,小火炒至八成熟,再淋一鸡蛋液,小火轻轻吹动滑熟即可。 营养丰富,我老公的三个女儿都爱吃。 宵夜不知道吃什么,那就来一盆自幼饭面吧,只需要用开水烫五分钟,然后加入里面自带的三袋调料包,用我的左手随便拌一拌就可以开吃了。 天热不想吃饭,那么可以试试这个酸汤肉片,肉片嫩滑,汤酸开胃,买来的里脊肉切成大大的薄片,放葱姜水,盐,胡椒粉,生抽,蛋清,生粉,抓匀腌制十分钟,你蒸大了都看是不是特别嫩滑,油热下葱姜蒜炒出香味,再加入一碗干姜水, 到位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,一袋里面有四包,用一包就行了,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,烫熟捞出垫在碗底,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,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,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。 十块钱虾虾,两块钱花甲,加葱姜,料酒,半包盐焗粉,扣盖摇晃均匀,小火焗三分钟,千万不要加水,这是盐焗海鲜原汁原味的关键。 我告诉你啊,过年你要是学会这个香酥土豆球,全村的孩子都抢得吃,土豆切成块,上锅蒸熟,蒸熟后倒成土豆泥,加盐,火腿粒,胡萝卜,葱花,一袋酥肉脆皮粉,这是酥脆的关键, 全部抓匀后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,六成油温一个个下锅炸,炸定型后再高油温复炸一遍更加酥脆,这样做的土豆球外酥里诺,大小朋友都喜欢。 家里有小孩子的,一定要学会这个卤鸡肉饭,不但做法简单,而且特别好吃,一块钱两个的大鸡腿,给它剔骨切成小块,油热倒入鸡肉,煸炒出油汁,然后倒入砂锅,加小鸟蛋,香菇,洋葱,葱姜,放一包这个调制好的卤肉汁,加入适量开水,把肉炖到软烂为止,越是软烂越入味,这样做的鸡肉饭酱香浓郁,太好吃了,赶快给你的宝宝做起来吧。 这么热的天,你要是还没学会这道凉拌菜,那可亏大了,一根树上摘来的黄瓜拍点切断,泡好的腐竹也切成段,加木耳,洋葱,蒜末,小米辣,母牛肉,调味加生抽,陈醋,盐,鸡精,白糖,花生米,香菜,关键是加一大勺这个拌啥都好吃的辣椒油,像我这样拌匀即可开吃,这样做的小凉菜,一上桌就抢光了。 我告诉你啊,年夜饭上你要是学会这个蓝莓山药,寓意着来年红韵喷发,裁员广进,山药切成小段,上锅蒸熟,两勺蓝莓酱,两勺蜂蜜,一勺白开水,搅拌均匀,蒸熟的山药碾压成你,凹个造型,淋在凹好造型的山药上即可,香甜绵软,小朋友的最爱。 想当年就是靠这个军菇排骨鸡汤,俘获了我女神的心,锅不放油,倒入老母鸡,半斤排骨,用煸出来的鸡油,把排骨爆香,然后转入砂锅,准备一袋松绒军汤包,里面有八种食材,用温水泡几分钟,也放进砂锅,两三片浆,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,盖盖小火炖一小时,这会儿满屋飘香,加点盐,枸杞葱葱调味,真的太香了。 炎热的夏天,赶快给他安排吧。 每次我老婆的三个儿子吃不下饭,我都会给他们做这个葱烧豆腐鱼,游热下豆腐,用勺子挖成一块块的,煎至八面,金黄盛出,流底油撒丢丢盐,放入鸡鱼,两面煎至金黄,放入葱蒜炒香,煎好的豆腐,调味只需一包这个葱烧风味酱,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再倒入一罐啤酒,大火焖煮10分钟,出锅撒点青红椒,葱段,又香又入味,你也试试吧。 如果你爱吃柠檬鸡爪,那我建议你一定要来试试这道柠檬手撕鸡,酸爽开胃还不用吐骨头,鸡腿冷水下锅,加葱姜料酒去腥,煮15分钟捞出头粮,碗里放蒜末,小米辣,洋葱,香菜,柠檬,一包调好味的泰式风味汁,拌匀灵魂料汁就调好了,鸡肉撕成小块,淋上调好的料汁,抓匀就可以吃了,全是肉太过瘾了。 以后你要是做清蒸鱼啊,你就像我这样做,因为这是我最拿手的硬菜了,河里捞来的鲨鱼,先切下鱼头,再像我这样改刀剪成这个熊样,水里放姜葱,盐,搅拌化开,放入鲨鱼腌制30分钟,这样腌过的鱼肉会更加的洁白紧实。 像我这样摆入盘中,铺上姜丝,大火上气蒸7分钟,这个蒸鱼水一定要倒掉,再摆上青红椒葱花点缀,铺上肉油,最后淋上这个酒店都在用的清蒸白酌汁就可以了。鱼肉鲜嫩入味,大人小孩都喜欢,你也做起来吧。